1、2、3、4 5麥 我是麗玲 大家好 妳決定還有今天的晚餐了嗎? 我們5麥美食頻道的話 每天5點更新 所以記得要訂閱喔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士林夜市 是說士林夜市啊 是觀光課的第一首選對不對? 那我今天想要介紹給人家 非常有歷史的一家店 不是在夜市裡面 是一家店的意思嗎? 對 是一家存活了很久的 低頻價的店 但是為什麼低頻價 他還可以存活了那麼久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調查的企劃 所以我們今天的企劃就是 調查看看 在士林的低頻價店 為什麼可以存活這麼久? 光是他的評論啊 一分錢一分貨 不會再是第二次 歡迎想測試 理智底線的好手攤魚 這個一定不會在光顧啊 理由不用寫去過就知道 店員態度急差 環境髒亂 檢測說明不清楚 還強迫支付鍋底費 最糟糕的消費經驗 極度後悔沒有先查 平價就跳出店 一顆心都嫌多 願不願意再受害 非常不衛生 小孩還是要頭髮 還兩分菜色又好 什麼都沒有 小孩不吃了 花的錢受罪 模糊態度差 不好吃 時間到就感人 不會再去了 可是啊 其實你知道這家店啊 他存活時間真的非常久 多久呢? 我上網查了一下 目前可以追溯到 他是民國80幾年就開的一家店 所以相當於大概是1990幾年就開始了 欸? 還蠻久的耶 所以少說也有20年 但是在士林啊這樣子可以 營業很久的店真的不多對不對? 搞不好沒看過這麼久喔 所以台灣人都知道那一家店嗎?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我在說哪一家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先去調查看看吧! 好! 今天來的 今天就覺得呢? 好可怕喔? 而且有一瓶 女士山 但是 有了眼的吧 沒有我們聽的那麼可怕的 所以我們媽咪又欺負 我還發現一些小蹊蹺 可能最後都差點 喝不喝不喝不喝 那我們就去拿我們的蜘蛛飯 好了謝謝 謝謝 那我們先吃這個燒肉的部分 這個其實就是 老爸跟我們煮好的 對 因為他煮的 老爸很主動來幫我們煮 跟我們說這個要這樣煮 還焦了一點 很貼心 我們這邊有什麼肉呢? 牛肉跟豬肉 然後它的肉其實有分 因為它這都是火烤糧食嘛 然後它是有分 火鍋用的豬牛 跟烤肉用的豬牛肉 還蠻豐富的 那我們來吃吃看囉 好 いただ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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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吃吃吃吃吃吃看 超級甜的 你看它果然跟咖啡也比較好吃 是自家製店的 嗯 但我覺得不知道 為什麼熱滷跟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 用苦澡好像比較好 因為它不能吃 因為它就是它咬的口感 完全沒有任何味道 就是鹽肉本身的味道也沒用 因為沒有 我刚刚调无聊 所以就是糕皮吃的 一大餐有点 不会很可怕 不过它的那个烤肉的话 火还蛮很控制的 因为它只有开根关 那我吃这个猪肉好了 男的猪肉 我觉得这个腥肉有一点点痛苦 冷冻的味道 一点点 它每一种肉的油脂都很多 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 之前没有剩下萝卜 哦 酷酷 嗯 接下来我们是火锅炒汉 我们加的是蒟蒻 没有的牛肉 牛肉 嗯 很好吃 哦 它是辣的 真的吗 嗯 它是很淡的萝卜汤 对 人家是萝卜清淡的感觉 所以也是油可能有点太多 是有一点烫掉 但我觉得味道很不错 因为日本很贵 用那个萝卜的味道 所以最后来讲什么 懒惰性的味道 那我们这边还有沙茶酱 所以用用看啰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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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上次的部分是 吃饭 肉的一串 里面都是油 那我们去吃饭牛肉 牛肉是这样的感觉 吃饭 嗯 嗯 我这个味道就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 台湾以前就是1990吃到饭 那种感觉 没有太大的特点 就是因为便宜嘛 便宜 然后我们就吃得 又可以吃得很够 可是因为它有 一点点筋 然后那个肉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 还算是 还蛮多的味道 我们还有拿一些小菜 这样 它还有水果 然后 还有些小菜 吃吃看吧 好 我来吃吃看 烤蛋好了 嗯 嗯 可以一般饱 里面是感觉已经 过软那种感觉 好像 那边有点 那边有点 我们来吃吃看 这个橘子 应该也可以吃 是这边 对我装备的蛮多呢 还有些饼干 有一些饼干 哇哇 哇 我吃这个有颜兆菠璇 菠璇 菠璇 那是什么呢 你有怎么吃呢 菠璇是要这样 不要这样铺两边 可是这样没办法吃干净吧 可以啊 就是抓这边 抓这边 然后把它剝开之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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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会香香的很甜 很好吃 嗯 这水果的话看起来越来越来越少了 欸讲到这个 我小学的时候 我休息给一次吗 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当 小星星 小星星 嗯 这样子 嗯 你们不会这样吗 你们不会这样吗 我们来吃这个小菜看看 我想吃这个 你把我菜 看得到吗 都变成 你小歪小歪 哇 哇 很辣 它套菜很酸 但是那个不是套菜本身的酸 而是那种点烂掉的酸度很重 有点吓到 哇 すごい 超肉第二轮 然后我们还有哪些饮料 对不对 嗯 那是什么 这个呢是 柳橙汁 这个是 某茶 然后这个是 芒果冰沙 你喝喝看 我刚才你喝过了 谢谢 哦 我跟你一样吃 特别泡冷冰的话 这个是芒果冰沙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芒果冰沙 因为呢 这一点点芒果的香气没有错 不是 好像是 沙糖水 对 那我们还有芒果冰沙 对 好 雪味太重 它感觉是哪里的 冠冰沙 那种很多水 然后加上去 然后这个冰沙的话 味道是那种 199 葡萄汁到旁边 那一种很甜的红茶 味道是很有台湾味的 很远到 就像你明明讲的 这个鱼肉真的 很酷 那我也先记住 是落花了吗 吃完了 我觉得 有些东西 还可以 没有我们一开始 看的留言那么的可怕 但是 主要让我觉得 比较吓一跳的 就是 第一个是那个 肉 油跟它的苦味 觉得 到现在 也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然后第二个是 店里的 卫生度吗 一开始的桌子 有那个 大大的 这算是小啦 以台湾的记忆来讲 蛮小的 但是 会有一点吓到 我的话 其实它进去的时候 因为就是 我们有时候 大家会有拜拜的习惯的话 会把那个拜拜的地方 放在跟电梯器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 因为它的拜拜地方 放在门口 所以可能 万一不习惯的味道的话 可能会 要注意一下 就进去的时候 会有香的味道 这样子 然后我有查了一下就是 我发现它们就是 第一瓶价的原因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 像那个刚刚 店员不是有招揽我们说 来喔259259 吃到饱 对不对 然后其实它会多加一层的服务肺 然后啊 它其实每个时段的价钱 也都不一样 然后我有拍到那个价钱表 可是我自己也有点看不清楚 因为它一下说是 中午时段的话是 259加一层 然后又有说什么 只有火锅的话299 假日的话是 中午305 然后打折变多少 就是 好复杂 很复杂的那个价位表 所以我 我有点看不懂 对然后网络上大家写的也都是说 而且是为什么好像结账的时候跟 一开始他讲的价位有点不一样了 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是对这点有意见 因为毕竟 这样算是工不实的那个爆炸啊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吃起来的话就是 我觉得老板算人还蛮好的啦 哦 这点我想强调的是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服务很差 但是其实给我的感觉是 诶没有耶 他们都还笑嘻嘻 然后人都还蛮好也会帮我们 所以态度上来讲我觉得很OK 没有很见到那么傻 有可能是因为现在人比较少的关系啦 可是算还不错 不过因为这家店它就是 存在在这里这么久一定有原因的嘛 现在二十几年了 我们今天穿的价位是一个人285嘛 加了10%之后变285 虽然说就是跟现在比起来的地方就是 会有一卷啊 就是好像也没那么好吃啊 不过大台北啦 勉勉强强啦 可以吃到饱饱的 好像还OK 而且其实蛮多人来这边大吃喝吃 哦对 坐在我们后面的情侣嘛 一直吃一直吃 狂吃 那今天我们给的点价是 五麦 我觉得我们应该想给的是1.8 想自己来挑战看看的话欢迎来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别忘记我们五麦美食频道 每天五点更新 所以记得要订阅哦 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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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